各位觀眾朋友 又到了我們第一次接觸這個單元 今天節目當中邀請到這位天王巨星 這兩位了 一位是在菸汁寇裡面 深獲朋友喜愛的古典的梅艷芳小姐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現代 所以說在唱片界的一位寵兒 那就是現代的梅艷芳小姐 你好 提到這兩位呢 今天做我們第一次的接觸 首先呢 兩位向觀眾朋友問候一下好不好 大家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這個提到我們古典的梅艷芳呢 在戲裡面呢 是相當受到朋友的喜愛 同時以他精湛的演技 融合了金馬獎的最佳女主角 以你這個古典的觀點來看 現在的梅艷芳 以他這種大半 有人說他華仲取種 有人說他奇裝異服 有人說他的造型很特殊 那你來看看 以你觀點你給了什麼評語 我不敢說 為什麼呢 不好意思 大膽說沒關係 我覺得他很怪 他很怪 他的化妝 但眼睛很多顏色 眼睛很多顏色 我們都沒有的 可是你那時候化妝品比較不進步 就只是口紅而已嘛對不對 那個時代什麼 是是 那你對他頭髮髮型這些有什麼 嗯 就是很奇怪 很奇怪的對 那時候沒看過就對了 沒有看過 那當時那個 這個人到你們那個時代的時候 走在路上會不會把他當鬼打 我想不愧吧 還蠻保留的 那我們看到古典的梅艷芳 批評現代的梅艷芳 那我們先看看現代的梅艷芳 對我們古典的梅艷芳做些什麼批評 她的化妝好像我媽媽 那個年代我想的女性就是 除了比較簡單 所以化妝比較簡單 前面是講的好像看到她媽媽一樣 但是後來呢 感覺到其實她可以表現溫柔的一面 這個也是說的蠻保留的啦 好那當然見面呢 第一次見面一定要送禮物給對方啦 我們問問現在古典的梅艷芳 現代的梅艷芳什麼東西 我送她一個燕之河 燕之河 這是電影裡面的嘛 那是以前化妝用的 真是漂亮 這是清朝的古董 來 燕之河要送給現代的梅艷芳 來 謝謝 那我們再看看現代的梅艷芳 要送給古典的梅艷芳什麼東西呢 一個很誇張的耳環 耳環 這個耳環你大概沒看過 沒有啊很大 什麼東西很大 有耳環 能不能換一下吧 換上袋子 現在啊 這純意嘛 純意嘛 怎麼開呢 這樣開 你沒用後怎麼知道會夾呢 我想是這樣子吧 太硬了 好 你看看 多漂亮對不對 真的 有沒有跟她說聲謝謝啊 謝謝你 你還送什麼東西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還送唱片 那個是什麼 哦 這個呢 這個是一種辟邪的東西 哈哈哈哈 你貼在我們家裡就可以辟邪 哦 真的啊 不是 這是唱片 哦 唱片你沒看過 沒有 裡面是一張圓的 哦 現在滿流行就是這種飛盤 自己唱的 蛤 他會自己唱的 自己唱 你那時候就懂什麼叫唱歌嗎 我會唱歌啊 哦 但是它有聲音 但是你那時候沒有那個唱片 那個唱機 所以這個拿著當飛盤不錯了 哦 真的 你們謝謝你啊 你好 兩邊見面也送過了 一個是送胭脂盒 一個是送唱片跟耳環 我想問問古典的梅艷芳 就是我們知道現在梅艷芳 她曾經驚天動地的 拍了很多非常性感的照片 就引引古典的眼光來看起 現在的梅艷芳 她這種身材 去拍一些那些很奇怪 很性感的照片 有什麼感想沒有 太大膽了 大膽 不應該穿的嘛 不應該穿得這麼少啊 哦 跟我們的女性應該穿這個衣服 要保守一點啊 是是是 不然不讓人家看到那個 小手啊 對 以前看到這個手啊 他們那個腿很多啊 是啊好恐怖啊 很恐怖啊 他們那個古時候呢 看到手啊看到腳就要嫁給他了對不對 對啊 像他這樣 碰了他一架給他的 那他是沒關係 誰碰到他 是 但是他要碰水 人家都躲就是 哈哈 能不能 就是定他的觀點比較保守一點 是不可能去拍那些照片嘛對不對 那我們問問現代的梅艷芳呢 你跟他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他的觀念 思想方面 服裝方面啦對不對 任何造型方面都不太一樣 那你覺得他 他雖然是很溫柔 但是他總是有缺點 你覺得他最大的缺點是什麼 沒有個性 什麼事情都讓那個 男人做主的 那個女人太過依賴 那個男人 不像現在的女人 對對對 現在的女性觀點就不像以前 那時候呢 女人要靠男人養家 但是現在的女性呢 可以走出戶外呢 自己工作 所以工商業發達呢 從女性呢 現在爭取女權平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觀點不太一樣 不過那時候好像 那時候你們好像 生活都是靠男孩子 要結婚啊 加一個長期飯票啊 對啊 那我請教你 就是說 對於現在 你思想上面 你古典保守思想 交男朋友 應該是交怎麼樣的男朋友 如果一個喜歡的男孩子 就一輩子要跟著他 要跟著他 如果結婚之後呢 他就是一家之主 他做什麼都是對的 對 就是他不對 我們也要說對 啊 就是聽從先生的啦 對呀 就是永遠是伺候老公 叔叔父 他什麼話都聽先生 這是中國傳統婦女的美的 啊 這是以前的 我們聽聽現在的 他的感想 男朋友就要提款機 要錢的時候 要他拿就可以了 現在交男朋友 就好像提款機一樣 需要錢就來 當然啊 來則合不合則去 提款機啊 提款機就是 跟他拿錢啊 哦 現在有一種機器就是 卡進去之後 錢就出來了 好方便啊 很方便啊 你們那時候直接跟老公要錢嗎 欸 就是他給了我才要 是是 但是不是他們直接 不給就打他這樣 這樣 對對 現在男人為了躲女孩 嘗試房間 以前你們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好可憐啊 我還是比較喜歡這種 真的 謝謝 來 我們再看看 古典的梅彥芳 來對他這個 怎麼樣伺候他的老公 問你結婚 怎麼樣對待你的先生 我想 我 我會伺候他 他回來時候 我會倒水給他洗澡 洗澡 放水給他洗澡 還有 我會 東西給他吃 欸 你要不要吃一點點 嗯 太舒服 很好的 很甜的 對不起啊 對不起啊 嗯 你說太溫柔 整個快塞進來 要不要 要不要 哦 這伺候老公就對了 欸 幫他吹背啦 幫他 嗯 怎麼還有皮 吃皮靶 好意思 等等 一些是放水給他洗澡 對啊 幫他按摩 要不要過問他任何事 比如說他今天去酒 喝酒 喝酒 酒家喝酒 會不會管他 不能管他 管他不喜歡的 他說他帶女孩子回家 我躲在裡面 要出來的好了 哦 太好了 你願不願意嫁給我 哦 娶這種老婆太好了 那我們現在 你是觀點跟他一樣呢 啊 他吃我啊差不多 我回來啊 他要放水給我洗澡 要洗澡啊 他對我不好 我一腳就吃了 唉呦 這麼兇的 想法不一樣 想法不一樣 到底誰對誰錯 這很難講 但是愛一個人呢 他如果愛他的話 他會心甘情願為他做任何事 男人也是一樣 如果愛老婆的話 也不要做對不起他的事 對不對 我想是 你對他好 他都會對你好 出發點其實就一樣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很高興今天請到我們古典的美艷芳 跟現代的美艷芳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那最後呢我想 我節目呢 要給我們古典的美艷芳 看看現代的男人 哪一個是美男子 你看哪一個 一定要選啊 一定要選一個 你看看 還是這個比較好 選這個 滋文一點啊 那這個人是誰你知道嗎 是你啊好像 呃不是 是我一個雙生兄弟 喔這樣子 他 他蠻好的嘛 就是以古人的眼光呢 來看現代人 他也是喜歡 因為這個人長得比較像古人 這個人做古 啊 不是 好 他就喜歡胡瓜就對了了 是因為上我的節目 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兩位來我們現場 也交換了禮物 也溝通了個人思想 謝謝兩位 先跟觀眾朋友說聲再見 謝謝 拜拜